豌豆每一種新裝是有一對因子決定的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說 它一開始它就這樣回憶 是要有一對因子決定的 而且它能夠很自由的分離在組合 它有可能得到這個現象吧 所以其實我們就把這個第一個 還有接下來的話 當然特別沒寫 看你要不要補 可是你聽過就好了 還有就是用這個英文符號 用英文字母來代表因子 然後大寫表示顯性的因子 消寫表示語氣的因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它叫做 這個顯性法則 成對的因子是由兩個不同的因子組成 你願意就寫一下 這個叫異形盒子 有聽過嗎 異形盒子 Petrozygote 異形盒子 不同的形式 不是那個電影什麼Alien 什麼外星人那個異形 異形盒子 異形是那個下面有一個圖 應該是那個字 你知道我在想說嗎 是Pype 不是Shape 是那個形 Petrozygote 那現在的人 那當然我是古時候的人才會講異形盒子 不過我要拿換型來叫很長 現在的人喜歡把它叫異基因型 異基因型 就是異 你知道哪個 異 大同小異的異 差異的異 異基因型的 然後呢 如果是一樣的就叫同型盒子 會叫同基因型 這個就叫顯性法則 所以我們很簡單來講 就是異形盒子 會表現出顯性的形狀 這樣OK吧 那同型盒子 那自己是什麼形狀 會自己表現 異形盒子 會表現出顯性的形狀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還是分離率 就是 形狀是有一對因子決定的 但是在形成配子的時候 它會相互分離 會相互分離 然後接下來的話 不同隊之間會自由組合 那就是下一個